三名女汉子正在观看千年难遇的流星雨 全面想到下一秒 流星就禁止砸进了他们的泳池 竟然连忙上前查看 这间池水不停地冒着热气 接着一颗远池 竟然就浮出了水面 并且不断地流出奇怪的液体 连忙拿手往兜 将不明物体捞出水面 生怕它污染了自己的洗澡水 这间物体大如毛流 表面布满了奇怪的纹路 而且还时不时散发出死一样的恶臭 但仔细一看 陨石上竟然还有一张动物的面孔 难道这是母猪成仙了 可二岁翻开葵花宝典 却并没有找到任何类似的物种 没想到这几个女人胆儿挺肥 就这样把不明物体放在了外面过了一夜 不出意外 当他们早上醒来 就突然发现 那个陨石竟然不见了 只剩下了地上一滩姨妈的痕迹 然而当他们沿着痕迹来到草地 又再次看到了那只怪物 怪物一动不动地爬在那里 居然还露出了粗壮的四肢 他们找了外面小哥 出钱让他请理掉那只怪物 可没想到 小哥一闪下去 那怪物竟然重得出奇 他用了九牛一毛之力 好不容易将怪物翻了个面 这下一秒 我去 小哥吓得立马跑路 女人也很吃诧异 他们纹身来到怪物这里 发现那只小可爱 竟然已经活了过来 小老大不停地来回摆动 经过讨论 三人一致同意将怪物丢到野外 可没想到这小孩这么重 他们费了半天的劲 就连院子的门都没出 无论三人只好放弃作罢 打算电话邀人来帮忙 然而更奇怪的是 他们的手机竟然同是黑屏死机 再也无法使用 这下太诡异了 他们三人身处沙漠中的别墅 没有交通工具 没有通讯设备 却要和一只不明的生物住在一起 然而更加诡异的是 半夜惊醒的二岁 竟然鬼是神差的 把怪物抱进了屋 而且他惊讶地发现 怪物变轻了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真是自己的老残举动 将给他们带来一场惨烈的后果